同学们 本节课让我们来共同学习概冒特征 从本节课开始 我要给大家介绍笔记特征 首当其冲的是概冒特征 概冒特征是总观一篇笔记的全貌 所发现的特征 也就是笔记在宏观上 给人的总体印象 我们在进行笔记检验时 观察一份文件的方法 和观察其他事物都是一致的 都是按照从整体到局部的方式 来进行观察 由此概冒特征 就是对一篇笔记的总体 来进行观察所得到的特征 概冒特征 包括书写水平 字形 字体 字的大小 四部分 一 书写水平 书写水平 就是书写技能的高低 什么是书写水平高呢 我们来看一下课件 第一章是钢笔字贴 字形美观大方 令人赏心悦目 第二个 是一起匿名信案件中的剪裁 虽说事情办的不好 但是客观的说 字写的的确非常好 由浮渝县化肥厂 王玉秋搜 人生寄语 做人不要太绝 做人不要太过 王玉秋 事不过山 我一定让你早上起来 看到我给你报伤的花圈 不信你就试一下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书写水平和语文水平是一致的 书写水平高 前词造句能力也一定强 早上起来 看到给你报伤的花圈 说的多文雅呀 大家看字写的好 的确是令人心情愉悦 奉劝大家课后 一定要练一首好字 一首好字啊 令人刮目相看 我批券时 面对有些低水平的笔记 常有这样的感觉 和大家特此分享 看第一眼 闹心 第二眼 伤心 有些同学 字明显不如其人 见字不如见面 相见不如怀念 那么如何评价书写水平呢 书写水平的一般评断标准是 款式布局是否适当 就是指一篇文字 字与字 行与行的分布是否规范 有艺术性的 全篇字的大小 间隔 是否均匀 整齐 如果写字不讲格式 不审法度 字在纸面东倒西歪 杂乱无章 则视为水平不高 二 单字结构是否工整严谨 古人讲究解体 我们称之为结构 就是字的搭配比例 是否适称 适称就符合大众的 传统的审美观点 字写得好看 三 运笔是否流畅 有力 是指 其搜笔和运行 是否表现出轻重 徐集 一压顿挫 有节奏感的特点 若运笔呆板 无轻重之分 笔划残弱 轻浮 无运力感 都是书写水平第一的表现 四 写字 用字 是否符合规范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 其形体结构均有社会规范 如果错字别字连篇 也是书写水平第一的表现 请大家注意书写水平的应用 简言过程中 当书写水平明显高于样本时 可否定闲人 当剪裁书写水平低于样本时 不能轻易否定闲人 盖报特征是以书写水平为主 自行自体为辅 二 自行 自行是指自外部轮廓的基本形态 汉字的自行是方正的 所以称之为方块字 而在书写实践中 由于每个人的生理心理的差异 以及审美观点不同 在方正的基础上 又形成了个人的习惯自行 影响自行的主要因素 基本笔划的长短 基本笔划的运笔方向 基本笔划的运笔形态 从现实生活中 人们写字的形态来看 大体可以分为 方形 圆形 长形 扁形 斜形 等 三 字体 汉字字体演变 甲骨文 钻书 历书 草书 行书 楷书 印刷体 送体 仿送体 黑体 心位体等 近代 又在历书和楷书的基础上 发展出送体 仿送体 黑体 心位体等 字体的用用 当字体符合规范时 容易找到同体字样本 容易划定侦查范围 当字体不符合规范 那容易暴露其自身的书写习惯 四 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是指通篇字的平均高度 和平均宽度 大字 是指长宽都大于一厘米 而标准字体 是长宽大于0.5厘米 小于一厘米 小字 是指长宽都小于0.5厘米 当然 字的大小 也受笔的种类 指笔位置高低 字数多少 指符的大小 等因素的影响 本章小节 一 概冒特征的概念 二 概冒特征包括哪几部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